跟著學羊妹妹走路吃草 慢慢的混進了羊群裡 也讓一邊假裝羊妹妹一邊流口水 我肚子好餓喔 我真想咬這些羊一口 不行不行 我現在過去吃羊的話 馬上就會被大家發現了 只好再假裝一下 很美 就這樣野狼繼續劈著羊皮 混在羊群裡 直到太陽要下山了 農場的主人把羊群帶回農場 野狼就看著隊伍 一起走回農森林 野狼心想 太好了 終點等到這個時候 能下農場主人一離開 就可以趁天黑把羊通通吃光 耶 你看農場主人就要離開了 野狼站在羊群的最前面 準備鋪到羊身上 大吃一頓 這時農場主人突然走過來 抓起一隻羊 走到廚房裡 拿起刀子 準備把羊殺來煮晚餐 誰知道 農場主人抓到的這隻羊 就是野狼假裝的 啊 救命啊 你抓錯了 我不是羊 啊 本來想痛快吃羊的野狼 最後居然被當成羊 被殺掉了 自以為聰明的野狼 最後也被自己的聰明給害死了 小朋友有沒有覺得野狼披著羊披 假裝成羊妹妹很可惡呢